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人们的朝夕相伴早就将他们深深刻进骨子里铭记 尽管情形是大家最难放手的感情 但在过去条件艰苦的时候 很多人家庭条件差 养不起所有的孩子 为了活下去 有不少父母会忍痛将其中一个或几个孩子卖掉 这种现象的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在过去经常发生 甚至在世界上一些贫困的地方还在上演 今天要讲的这个人 小时候家族四壁 父母亲只能三千块卖掉弟弟 这成了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情 现在他的身价早已上亿 但他却再也找不回自己的弟弟 这个人就是陈小春 1967年 陈小春出生于广东惠阳 是家里面的老大 小时候父亲为了防止他跑出去玩 不带弟弟和妹妹 就经常用铁链拴住陈小春 然后再把门反锁 由于实在没有钱 在13岁的时候陈小春就辍学了 帮父母亲耕地 因为那时候全家人吃饭都是问题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一次他出门捡垃圾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告示 上面说 家里做房租出租生意的一对夫妻 由于自己不孕不育 花重金希望过及一个健康的男孩 报酬三千块 这种消息其实到现在也很多 可很多人都知道那是骗人的 但年幼还没有怎么上过学的陈小春 却不知道 当时的他只知道 三千块对他们家来说已经太多了 如果把弟弟送给这对夫妻 弟弟也不用跟着他们吃苦了 所以回到家的他就把这个消息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母 本来只是一句无心吃话 却被父母听到了心里 他父母考虑了几天 真的就随定把陈小春的弟弟卖了 那天陈小春回到家 发现弟弟不在了 就问他妈妈 结果妈妈说 真的把弟弟过去给了那家有钱人 对方给了三千块 父母说那家条件很好 弟弟在那里会享福的 陈小春当时含着泪 没有说话 后来他好多次都想去找弟弟 可他爸爸说 不要去找 这样不公平 弟弟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 其实在弟弟离开之后 他们家的条件还没有大的改变 不过家里没有的小孩 爸爸就带着陈小春去了香港打工 陈小春报名了很多工作 但他的年龄太小 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 没有人雇佣他 没办法 陈小春只能跟着父亲到工地干苦力 尽可能多干一点活 只为了工资能够高一些 拿到第一笔工资之后 陈小春就用这个钱租了一个小房间 一家人逃离了贫民窟 可没过多久 陈小春更苦力的装修队离开了 他工作没了 一家人随时可能回到原来的贫民窟 为了扛起家庭的重任 年仅16岁的陈小春就离开了父母的保护 到香港铜龙湾谋生 洗盘子 端菜 扛砖 理发 什么工作他都做过 被客人逼着吃过苍蝇 被别人扇过耳光 但陈小春只能忍 为了生存 为了小房间里的家人 他必须忍 实在受不了了 他只能朝着来时的方向磕头 大声喊 妈妈 我想你 那时候的他没钱没力气 很多时候都是孤身一人 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让他逐渐强大 也是因为这些人生经历 让他身上带着一些痞子气 好在陈小春咬着牙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渐渐能勉勉强强生存下去 平时喜欢跟着电视跳舞 1985年 无限电视台招收舞蹈生 得知消息的陈小春决定去顺一顺 反正最后的结果无非是回到碌碌无为的生活 已经比最开始的生活好多了 结果陈小春意外被评委录取了 而评委看中的是他对舞蹈的忠心喜爱 这也成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他开始进入电台打工 每月可以拿到700港币的薪酬 陈小春感到非常满足 在TVB训练班时 陈小春与优秀的成绩被选中进入爆笑的组合 开始给张国荣、梅艳芳等各大明星做演唱会伴舞 在担任伴舞的时候 陈小春经历很多魔弹 同样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1992年 在一场演唱会结束的庆功宴上 演唱了一首谭永林的《水中花》 让大家震惊 或许也是这次的演唱 为以后初战级打下了基础 1994年 陈小春开始接触影视行业 开始只是出演配角 这也让公司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于是开始想要给陈小春资源 想要把陈小春捧红 时隔两年 陈小春参演了《古惑仔》系列电影 也是因为这部电影 它被人叫做《山鸡哥》 同样因为这部电影 陈小春迎来了新的事业巅峰 这部电影在各地区非常火爆 因为《古惑仔》的大火 公司打算趁热打铁 想要给陈小春安排古今男人的人设 于是编帮陈小春发行了 神啊救救我吧 我没那种命的歌曲 紧接着陈小春开始接各种影视方面的通告 在1997年 他接连拍了《我爱厨房》 《鸡老四十》等多部电影 也是在这一年拍的陆顶记 陈小春改掉了高冷脾帅的样貌 在剧中饰演风流倜傥的维小宝 说到陆顶记就要提一下陈小春的一段感情 1995年 陈小春传出与徐浩银拍拖的绯闻 徐浩银就是陈奕迅的妻子 当时两个人在秘密约会 或许为了事业 或许也是觉得这段感情走不到最后 就索性没有公开 但是两人拍拖一段时间 随后传出了徐浩银 遗情默默无名的陈奕迅 这让众人看得是云里无理的 之后陈小春一直在自己的事业上努力打拼 在两千年 陈小春出演了《岁月友情之山迹故事》 也就是在这部电影中 陈小春迎来了第二段感情 在这部电影中 陈小春认识了陈伯鱼 在两人对系过程中 互相产生了好感 对于两人的事业来说 陈小春已经在娱乐圈赫赫有名 但是陈伯鱼对于演艺事业却很佛系 或许是两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陈小春在事业上越来越火 但陈伯鱼却慢慢淡出饮食圈 就这样两人的恋情也结束了 但陈小春一直走在寻找真爱的路上 陈小春与周英琪在一起过 大家也可能不是很熟悉他 周英琪在大陆名声一般 19岁开始做主持行业 两人有一段三个月的恋情 当时在传陈小春同心恋的时候 有媒体采访过周英琪 周英琪表示陈小春绝对是正常男人 并且陈小春非常懂事 善良 给了陈小春非常高的评价 但是最后两人还是分手了 陈小春还与孙燕姿有过绯闻 2001年孙燕姿在乐坛展露头角 刚出道不久就拿到各种奖项 当然人火了 绯闻就会自己跟着来了 有人说当时两人之间有绯闻 还没等到陈小春和孙燕姿恋情实锤 就有听到陈小春与张伯芝在一起了 不得不说善逸歌真的好善变呢 当时的张伯芝正好和陈小冬分手 非常脆弱 女人对于感情也有一大缺点 就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 会对自己无微不至照顾自己的人产生依赖 张伯芝分手后陈小春正好出现 看见我见有脸的张伯芝后被他深深吸引 于是从生活上对张伯芝十分的照顾 也就这样两人在一起了 之后也被媒体拍到两人在一起拍拖的照片 并且陈小春有的歌曲也是为张伯芝而唱的 但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张伯芝是属于外贸协会 并且陈小春比张伯芝大13岁 两人最终还是分手 与谢霆锋在一起了 2002年 陈小春与孟文卫搭档拍了一部戏 猪爬大联盟 也是因为这部戏 陈小春喜欢上了孟文卫 但当时孟文卫和冯德伦处于热恋中 陈小春不关心 并且在节目中也隔空表白孟文卫 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孟文卫 如果没有冯德伦 两人会在一起结婚 对此孟文卫也回应了陈小春 表示陈小春人确实不错 但是两人还是有缘无分 就这样孟文卫拒绝了陈小春 终于在2006年 陈小春与应彩儿在《魔鬼天使》中定情了 其实两人在之前餐厅吃饭时 无意间遇到过 应彩儿向陈小春表示过 喜欢他饰演的山鸡 但是当时两人没有很深的交流 终于在这次合作 两人有了进一步互相认识的机会 《魔鬼天使》是陈小春母亲去世后 拍的第一部作品 开始陈小春整个人昏昏暗暗的 但是在之后拍摄过程中 陈小春被应彩儿的率称性格感染到 应彩儿总是大闹咧咧的 和谁都能玩到一起 再加上应彩儿在当年看《虎阔仔》的时候 就喜欢里面匹帅的山鸡 或许这就是注定好的 两人要在一起 应彩儿与陈小春在一起 大家都很不理解 两人年龄也差了16岁 但是应彩儿之后在节目中说过 他很抠 但是认识我之后对我很大方 他说话总是拽拽的 经常骂记者 但是认识我之后 就和香港记者和好了 他不善于表达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体贴 陈小春在认识应彩儿之后 他为应彩儿改变了很多 陈小春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怕老婆 陈小春脾气大 应彩儿脾气比他还要爆 在爱情观里 这或许说的就是 一物详一物的哲学吧 2011年的情人节这天 两人在美国就此结婚了 为了当天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为他们送上祝福 并且两人在2013年 有了第一个孩子 Jasper 前不久 陈小春一家新天的成员 成为四口人 Jasper当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哥哥 夫妻两人经历过所有的治愈干扰之后 变得更加安爱 现在陈小春就像很多影视作品中的男主一样 经历磨难后 终于光环加深 可每当他闲下来的时候 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弟弟 因为他觉得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才让弟弟离开了他们这个家 这些年 陈小春花了很多精力 去寻找那个当年被送走的弟弟 但总是一无所获 在有了儿子之后 他把弟弟埋藏在了心底 很少提起 同时也是将教育儿子不要乱跑 生怕再失去他 就像用那项 恢够 我